汉书宣帝纪有这么一句,曾孙虽在强宝,游坐收戏郡邸狱,意思是曾孙还在强宝中的时候,就被关进了郡邸狱。 西汉时期的王侯,郡少,及格郡国,喜欢在京城的地设临时设置金狱。 这就是所谓的郡邸狱,这里所谓的曾孙,指的是汉武帝刘彻的曾孙刘巡。 刘巡原名刘并宁,提到这个名字,人们便会想起史上唯一在监狱中长大的皇帝这个标签。 这个皇帝便是堪称一代明君的汉宣帝。 公元前91年,孤古之祸发生,汉武帝受护力将冲蒙蔽,逼反了太子刘巨。 结果刘巨造反失败,导致全家被杀,长子刘敬和妻子王翁虚也不例外。 刘巨的儿子刘并宁,也就是汉武帝刘彻的这个曾孙。 当时才几个月大,尚在祥宝中,侥幸逃过屠杀,但被关进了郡邸狱。 这么小的孩子被关进监狱那种条件恶劣的地方,又没父母照,连奶都没得吃,能不能活下去,没人能保证。 但他遇到了一个好玉力,才得以幸存。 这个玉力名叫秉吉。 秉吉是金山东人,小时候就对法律很感兴趣,刻苦掺颜律律。 长大后凭这个特长,在鲁国当了个玉力。 被征召到京城的时候,秉吉已经不是普通的玉力了,以英公升为廷尉有监。 巫谷之祸后,由于被诛连的人太多,案案需要大量人生,现有官员实在忙不过来。 汉武帝便把秉吉抽调到京城,令他负责审理与巫谷之货案件有关的囚犯。 秉吉为人宽厚,对刘勋很是同情,何况才几个月大的刘勋,本来就是无辜的。 豪开西身份不说,即使是普通囚犯,这么小的娃娃也应该得到好的照顾。 据汉书未向秉吉传,秉吉在监狱中挑选了两名谨慎,厚道的女修,一个叫胡祖,一个叫赵征青,令他们好好照顾刘勋,特别吩咐他们要把娃娃放在官场,干燥的地方。 四年后,鹰巫谷之祸大病一场的汉武帝病情更加严重,有所谓的风水师对他说,他经常看到长安的监狱中,像炊烟那样冒出天子气,汉武帝便派人去监狱。 将狱中关押的囚犯,无论罪行轻重统统杀掉,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监狱中诞生一个皇帝。 奉执到监狱杀人的是那是郭嚷,他是晚上来到关押刘巡的郡底狱。 作为汉武帝身边的人,其他人见了郭嚷,莫不恭敬我家,甚至像浩子见了猫,因为他们明白,得罪了皇帝身边的人,绝对没好果实。 丙吉却紧闭监狱门,拒不开门,对郭嚷说,这地方你不能进,郭嚷懵了,请他给个礼物。 丙吉说,这里住着皇上的曾孙,他是无辜的,其他无辜之人都不能随便杀死,何况是皇上的秦曾孙。 一个非要执行皇帝的命令,一个拒不开门,双方就这样僵持住,一直到天亮,好话歹话说尽,口水说干了几次。 郭嚷也未能踏进监狱一步,气急败坏地回去了,回去后把情况报告给汉武帝,同时对丙吉进行弹劾,这家伙抗旨不遵,应该杀头。 这时候的汉武帝,醍醐灌顶,幡然醒悟,被郭嚷说,这是上天让他这么做的,汉武帝的意思是,这是上天派丙吉去救我的曾孙了。 醒悟过来后,汉武帝立即宣布大赦天下,被关在郡底狱中的囚犯,独赖丙吉而生。 汉叔在讲完这个故事后,还发了一句感慨,说丙吉一个小小的关门动作,简直恩吉四海,功德无量。 冒着违抗皇帝命令被杀头的风险救了那么多无辜者的性命,他配得上这个评语。 然而,由于生下来没多久就没了爹娘,又长期生活在监狱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刘荀的身体很差,经常生病,几次差点病死。 这也是他为何之前被起名刘病乙的原因。 无论名字是谁起的,起名字的人都希望这个娃娃的病一下子消失。 汉武帝大赦天下后,被关在郡抵狱的囚犯,都得以走出监狱,重获自由。 那时的刘荀虽然才四岁多一点,但也不该再待在监狱里。 秉吉便给金兆颖发了一份公文,要他安置。 与公文一同送去的,既有刘荀,还有在监狱中照顾他的女囚胡祖。 在荆兆颖看来,汉武帝的曾孙大驾光临,不但不是好事,反而是一个巨大的烫手山芋。 他不敢接受,又把他送回,物归原主。 那时候,秉吉给刘荀找的保姆胡祖,也该回家了。 刘荀对他已经有了感情,舍不得他离开。 秉吉便与其商量,争得对方同意后,便拿出自己的钱不拥胡祖。 请他继续照顾刘荀,刘荀的身体很差,伙食需要开好一点,针对这个问题。 秉吉专门找到掌管耶庭公补藏的官吏,抱着明白他的意思。 但是他说,想给刘荀吃上等伙食,要有皇上的照令才行,没有照令,是没法解决。 所谓的上等伙食,也不过是能吃到一点米和肉门。 秉吉也懒得向上面汇报,更不等什么照令。 每月将自己的薪水拿一部分出来,解决刘荀的衣食。 生活问题解决了,但老是在外漂泊,不是长久之计。 秉吉便把刘荀送到他祖母石良帝家,交给石良帝的兄长史公,嘱咐他好好服衍。 后来,秉吉当上了车骑将军使令,又升为大将军长使,成为大将军霍光获去病之地。 汉武帝脱孤大臣的部下,深受霍光信任和看重,连后来汉昭帝驾崩。 迎接昌义王刘荀继位这么重要的事情,霍光也是派丙吉去办的。 汉昭帝是公元前74年驾崩的,那时候的丙吉,已经关至光路待,几十钟。 谁知刘荀很不争气,继位后违法乱纪,霍光一气之下把他废,废掉刘荀之后,让谁来填补这个空出来的威子。 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是等大人,商议了很久也定不下来。 那时候的老刘将,基本上后继无人了。 秉吉便向霍光汇报了刘荀的情况,说这个孩子现在十八九岁了, 由他祖母的兄长亲自铺养和教育,精通精处,既有文化又有才能。 班师也很稳重,为人也很有领先。 总而言之,根据丙吉的描述,这个刘家后裔,具备当天子的资质。 当然,丙吉并未断言刘荀天生就是当天子的料, 而是建议霍光先考察一下他的能力。 如果觉得他还行,就先让他入宫侍奉太后, 让天下人先知道有这么个人。 然后再决定是否让他记录。 对于丙吉,霍光那是相当信任。 既然他说那小子不错,那就错不了。 霍光便派宗正掌管皇帝亲族或外妻勋贵等有关事务的官员刘德和丙吉一起, 去把刘荀接到宫里来。 后刘荀即位,是为汉宣帝,丙吉被赐学官内后。 把刘荀推上龙以后,或许是为了避嫌。 丙吉对之前对宣帝的救命之恩和官兆绝口不提。 所以朝廷上下都不知道他的功劳。 当然了, 丙吉之所以对此守口如瓶, 也是他为人厚道的本性使然, 即为人深厚,不乏善。 自僧僧遭遇,即绝口不道前恩。 故朝廷莫能名其功业。 而宣帝自己对于丙吉所做的这一切, 因从未有人向他透露, 他自然不知道。 直到刘荀亲政, 叶庭公一个名教责的婢女。 让其丈夫尚书说, 他曾经护养过刘荀。 汉宣帝这才知道, 他的命, 竟然是丙吉救下来的。 婢女则让其夫尚书陈述自己的功劳。 当然是想得到相应的好处。 但他的话, 汉宣帝不能随便相信, 自然要令叶庭令去查问。 那个婢女对负责查问的人说, 你们若不信, 可以带我去问玉石大夫丙吉。 当时的情况, 他比谁都清楚, 丙吉确实比谁都清楚, 但事实至于则的说法稍有出误。 丙吉记得, 则的确也照顾过刘荀, 但他更记得, 则的照顾很不用心, 他还因此而挨过管子。 所以在丙吉看来, 出了力的人不一定就有功。 要说有功, 只有魏城的胡祖和淮阳的赵正卿有功。 他们照顾陛下的时候, 才真正把陛下当亲人对待, 悉心照料。 既然提到了这两位, 丙吉觉得, 是时候给他们表功了, 便把他们当初如何辛苦地照料宣帝, 写成材料汇报上去。 汉宣帝立即照令丙吉把他们找来, 但他们都已不在人事, 宣帝候赏了他们的子孙。 而对于在丙吉看来没有功劳的责, 汉宣帝同样给予了候赏。 手下照免出他的奴婢身份, 还赏钱十万。 奖赏了这几位保姆, 汉宣帝意识到, 这个丙吉, 怎么对这些情况了解得这么清楚呢? 他在其中, 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他把丙吉召来, 亲自询问, 丙吉先是不敢说。 再三追问之下, 才透露了一点。 宣帝非常感动。 给丞相下诏说, 朕落难的时候, 玉石大夫丙吉对朕安仲如山, 说明他有很美的德行。 诗经说得好, 凡是安德都该报道。 丙吉英封为博阳侯, 时宜一千三百户。 不料, 正要给丙吉封侯时他病了, 而且病得很重, 刘寻很重疾, 想想在他离开人世之前, 完成授予封地的程序。 见皇上担心丙吉再也不能起来。 太子太父夏侯上安慰他说, 陛下别担心, 臣听说有应得的人, 一定会享受到他的快乐, 并影响到子孙。 如今丙吉虽然病重, 但他还未享受到得到报答带来的快乐, 所以他不会死。 原本是一句安慰话, 谁知这话说过没几天, 丙吉的病竟然痊愈了。 病好后, 丙吉做的第一件事, 是尚书谢绝封侯, 而且态度非常坚决。 在他看来, 这是凭空名寿上, 历来为他所过失, 所以他不接受风筝。 公元前59年, 丞相卫相去世, 丙吉接替丞相职务, 又活了四年, 于公元前55年正月去世, 嗜好定侯。 如果没有丙吉的一番努力, 大汉江山可能会落到后继无人的程度。 所以小人物的举手之劳, 需要付出勇气, 也能改变历史。 我是一员, 带来不一样的历史。